住宿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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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死啦 热死啦 热 热 热 太大胆了 他简直是不知道 最大最小 就是想个标准这样的事情 同感 晚上的时候热醒了 模模糊糊还记得 梦里面有一个热死的 热死的 热死的 这个旋律 就想把这个歌写的方块一点 然后就找一些很意思的词 往这个曲 往这个学历上面填辞 快来 快来 继续 继续继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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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猜完了老师 我猜完了 谢谢 你真可爱了 真太可爱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 你都是清唱是不是 对 都是清唱 让我真的去想到你加音乐 到你的歌里面的话 难免会让我想到花瓣线 摩擦摩擦 加加光滑脸一扇摩擦 是有人摩擦 对吧 那你怎么觉得呢 应该每个音乐人都知道尊重吧 因为每个歌手每首歌都有存在的 对 它是带给我们快乐 带给我们思想 当然有的音乐带给我们精神的冲击 和那个灵魂的吸力 还有一些情感的共鸣 不管怎么样 只要这首歌存在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他写的歌是成立的 他会中暑的 他很热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创作灵感 我觉得你还是很棒的 我还是很支持你的 谢老师 我一直强调 任何人都能够创作 不管你会不会乐器 你只要能够发出声音 你就是一个创作者 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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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喜欢 谢谢 非常喜欢 我们喜欢他 就是因为喜欢他这个状态 实在是太舒服了 出一口恶气 因为我们平时太在意各种要求了 但是他是把要求排除在外的一个人 他是自由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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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这首歌带给我快乐 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原唱 因为这个旋律是他写的 歌词是他写的 这也是原唱 原唱